找那些地钩额的生产商 如果你能够提供这个标准 那么前面的罪就谢 当然也不能说 我我不知道 就是因为我知道你过的是高等人的生活 对不对 因为我现在见到我的一些朋友 有经济能力的朋友 我就发现从台湾到北京 他们不是他们的一个特点 我跟你说已经跟咱们活的不一样了 这他吃的菜 都是人专门给他送来的 都是他自己从从种 甚至在自家园子后面 雇人来种菜 真的是新鲜 而且他交朋友 就跟朋友打电话 你明天从云南过来 你们云南有没有野菜 就是最生态的那个东西 你给我带了 他这样他朋友多了以后 他们家就短着大量的 全国各地的最新鲜的这种食材 他叫食材 原生态食材 短得太多了也过期了 不是他人家富贵人家朋友 陆续有来 我就不信这些东西 我跟你讲 我有两个东西我不信 一个就是他们说化妆美容 我在香港的会所 香港会所 那里边都有钱人吧 你去看那些中年以上的妇女 那一张张脸 就知道钱不能带来美丽 化妆品整容没有用 第二件你看 朝鲜伟大领袖 金正日你看 那这么重要的人物 周围的医疗好了吧 食品应该好了吧 他总不会喝像猛牛这样的东西了吧 可是到了一定的年龄 遭养生病 你有没有看看全世界那些最有钱的人 地位最高的人 他平均起来 有没有比一般的人活得就更久吗 病更少吗 徐老师 我们讲的是这个 不是我们讲的是社会学 你讲的是哲学 所以所以推到后来 你社会学解决不了 你人就得靠哲学活下去了 我跟你讲讲 我跟你讲讲医学 这猛牛这个高致癌啊 我不知道你们 国媒你有这个体会吗 为什么近两年来 我听见身边所有的人都在给我感叹 说现在怎么癌症这么多呢 你有这个体会吗 是啊 我们家 我父亲和母亲都有癌症啊 我父亲因为癌症去世 我母亲是三十几年前就已经有癌症了 我们家亲属里也有 我们公司的司机的老人也是 甚至是我大学的同班的女同学 已经走了两个 两个都是这个入线癌 你知道吗 就是所以为什么说现在这么多的 这个这么多的癌症 他们一般人老在说 这个是环境污染 这当然是啊 现在种种啊 可是你知道那天我看这个 三联生活周刊上介绍一个 法国癌症研究中心的一个人的观点 首先这个人说健康常识啊 就是说啊 你吃蔬菜吃什么 就是饮食要注意啊 是能够减低这个癌症 是吧 然后呢 他提出一个思路 也许你们没有这么想到过 说这个癌症的增加呀 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人类长寿了 你明白吗 你古代的时候 可能平均年龄只有四十岁 我刚才就想讲这个 为什么癌症死亡的人多了呢 就是因为有些病 以前的常见病 现在能医了 比方肺病 很多人都 以前的人主要死在另外一些病 肺牢啊 等等等等 现在那些病能医了 所以癌还没有突破 癌症就变成了一个 你这个人人均年龄 现在世界上都一般都七十岁了 平均年龄 这大大超过了这个古代 你知道吗 古代很多时候啊 癌症你还没来得及得呢 你人就梗了 你知道吧 但是现在是什么呢 老老老一直老到你这个细胞啊 器官啊 出现变异 这不就是老到一定程度 所以你可以算算 一般都是老老老 老到一个程度之后啊 你发现有癌症 没有癌症的话 更没规律 你仔细想想你周围认识的人得癌的 找不出规律的 有的人年纪有轻 是 有的人吧 非常讲究吃 从来不抽烟 可得肺癌 明白 是不是 那你就想不通的 有的人吧 吃的生活非常非常谨慎的 可回忽又得了一个癌了 有些人很放大 很堕落 可他也不得癌 是 好人有时候还得 光美你说所以什么 所以我自己觉得呢 有一个理论 有一个说法 遗传是绝对是 就是我 人家都说我是高危 因为我父亲母亲都有癌症 所以人家告诉我是高危 所以但是我很 没有规律 没有规律 而且呢 我很相信一件事情 有一个其中一个说法 其实你的情绪 还有你的压力的问题 你怎么样去疏解你身体里面 你就是说像暴怒的人 特别容易 因为每个人身体里面 其实全身 暴怒的人容易生什么癌的 不是 不是生什么癌 其实我们的癌细胞 是散布在你全身 只是他要不要长大而已 所以你的那种情绪 你特别坏脾气那种人 暴怒的人 就特别容易 机遇成癌 是 所以我跟你说 我的父亲就是属于那种 生活特别规律 不抽烟 不喝酒 就是所有那种 特别小心 就是我那么小 他就告诉我 黄岳毒素 这个不能吃 这个不能吃 但是我觉得我父亲 属于那种非常压抑的人 所以我就说 这个香港人 最爱说的一句话 走远了 所以感有好伤 我觉得 开心 真的是很重要 对 也许开心 不能够避免 让你得什么病 可是你要不开心 我认为你更容易得这个病 因为我们有生活经验的 你比如说 你还怕有这个体验 我们公司的司机师傅 父亲 刚刚也是肺癌 还是肝癌 他说 我爸爸就是 什么话都不跟人家 说 一辈子不给子女添麻烦 他说这是最后 这一发现 几天人就走了 他说也最后 也不跟子女添麻烦 他说他就是平常闷着 实际脾气也挺大 但是 什么连这个痛 他就估计他父亲 最后是难受到不行了 才跟子女说 这才去医院 所以误了时候 你看 往往就发现 是这种 这种性格 而且你看 他们讲 徐老师 你也不要说 是什么抽烟 我觉得 我现在戒了烟了 我觉得这个理 这么讲 不是科学发展观的 你为什么说 毛主席抽烟 什么八十多岁 郑小平抽烟 喝酒 活八十多岁 周恩来不抽烟 周恩来怎么早早的 就得来症 周恩来是不抽烟 可周恩来抽了毛主席 多少二手烟 熏了一辈子 而且你想 周总理的这种性格 心情 他就吸睛 就不吐出来了 对 毛主席他抽 都吐了 就是来两人去了 你说 这开玩笑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人生 有很多目的 每一次出发 都是新鸣的旅行 唯有专业保障 方能享受路途 天平保险 自在出行 想法如此美妙 但也会转瞬即逝 如果每个人 都能跟上想法的速度 去探寻 去沟通 去交流 去体会 跟上想法的速度 出发吧 急速互联 随我行 握散机 那么反过来 我也给你举一个例子 李作鹏 就当年所谓林彪 什么反党集团 对对对 做了秦城监狱的李作鹏 李作鹏呢 哎呦 你见过他那个心脏病啊 我他 我看了他的一些 关于他病的记录之后 我反倒觉得心脏病 不是个什么严重的事 他虽然是发 又抢救过来 甚至在那个最后 那个特别法庭上 哎呀 他要为自己辩护 后来就眼界心脏不行了 然后说 哎呀 到旁边抢救一下 抢救一下 然后回来接着说 他呢 自己就回忆啊 就讲 他一直就抽烟 抽抽抽抽抽抽 他说幸亏 后来我进了监狱 大概六十多岁 还是多少岁 我忘了啊 进了监狱呢 不能抽烟了 不能抽烟了呢 反倒到最后呢 活了九十多岁 活了九十多岁 但是你说 他的心里是不是 肯定心里有歌的 很有歌的 但是为什么 也能活这么多岁呢 我总结一点呢 他书法 他写回忆录 写写写写 然后呢 还是个就是有气啊 就就就发出来 有气就发出来 发之于纸 发之于笔 还是发之于朋友 都可以 他们这几个好像都写回忆录 无发现了 什么阿秋会做啊 对对对对 把林彪翻得差不多了 就林彪自己没法写了 对不对 都活八九十岁 所以你看 这个疏通疏通啊 也也很重要 不过你们都从医学上讲 那个猛牛事件 从回到社会学 对对 还是 社会学角度来讲了 还是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因为我听到有些人的看法呢 就是说 这种事情其实以前都有 都很多 包括矿难啊 包括什么小车啊 很多很多事故啊 只是以前呢 没那么多 就传媒啊 传播量没那么大 所以没那么多负面信息 大家活得也好好的 意思是现在传媒 把这些事情放大了 这是一种说法 但是也有一些人的说法是说 这些信息出来 虽然对局部的品牌 局部的这些部门 是很大的压力 可是对全体人民来说 反而是增强信心的 你比如说表面上 我们得到一个恐惧 就是说 哦 这个不能吃 哎 不能吃 但是 当我们吃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在想 没有听说这个东西有问题啊 没有抱这个东西有问题啊 那说明这个是行的 我自己哈 有过这么一个体会 海洋公园有一个船 晃来晃去嘛 嗯 我坐 我坐到上面啊 我就以为要掉下去了 就是掉得很够 我也快要掉下去 我觉得我快要掉下去的时候 你知道什么信念 使得我还坐在那里 我就说 要是有人掉下去 TVB早就报道了 哈哈哈哈 对不对吧 我说要是 从来没听过海洋公园出人命嘛 对不对啊 那说明是 人是不会掉下去 你这样是不是对新闻 那个相信呢 在报道的时候啊 就晚了 就晚了 而且你会不会觉得 报道太多之后 你其实你的视觉 跟你的心理都已经 已经疲劳了 你都已经没有感觉了 对对对对对 你像台湾那个硕化剂 硕化剂也是 硕化剂的问题 后来又很多什么 贩卖过期食品 过期巧克力 过期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我就把你的 把人把你的 把你的 抓起来 感谢观看